大家好,我是Paul 10月13日开始将进行两天的ProLeague东京亚太资格资格赛 来自日本、南韩、东南亚及纽澳四大分区的巴斯顶尖队伍 将争夺前往11月全球总决赛的两个名额 这次就来帮大家简单介绍各区队伍吧! Norarengo 野良联合是支历史悠久的老牌战队 2016 成军至今拿下了5次日本分区冠军 在第七季的亚太资格赛也是获得亚军 顺利晋级全球总决赛 本期例行赛有着12胜2败的成绩 以日本亚军之姿晋级亚太资格赛 完全可以说是日本指标性的队伍 Sengoku Gaming这次在日本分区力行赛战绩非常亮眼 11勝1平2败的成绩以亚军之姿晋级季后赛 甚至在冠军赛时击败了Norarengo 拿下日本冠军头衔 在上一季的亚太资格赛 第一轮就遭遇纽澳强队Fanantic而落败 这期再度狭路相逢也是首轮的一大看点 超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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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ntis FBS的历史 严格说起来 可以追溯到2016 经历了17年 Team Yeti 时期后 来到了18年 Element Mystic 旗下 近期则是与EM 结束了合作关系 而再次回归到了Mantis 17年开始至今 也拿下了5次南韩分区冠军 在第6季的亚太资格赛 更获得亚军 可惜全球总决赛 首轮就遇到Penta 也只能止步霸强 本季例行赛 更是有着14勝0败的完美成绩单 进入季后赛 最终是以南韩亚军之姿 晋级亚太资格赛 首轮将遇到泰国超新星 Savier Esports 也是众人瞩目的焦点 New Life 神尾跟Mantis FBS 同期的老牌战队 一路走来 虽然成绩稳健 但却总是无法夺冠 本季例行赛 已8勝1平3败的成绩 进入季后赛 更是在冠军赛中 上演让一追二 打好打满的复仇记 击败Mantis FBS 万年亚军崛起的戏码 同时出现在日韩两大分区 首轮将遇到Norarlango 日韩大战绝对精彩可期 人员比较差 比较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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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nantic 于2018 4 月 正式成立R6 部门 选择牵下纽奥常胜军Mindfreak 的全体队员 并且马上就在第七季的亚太赛区中夺冠 只可惜国际赛对上第七季冠军Team Liquid 以及南美队伍Ninjas in Pajamas 都不幸遭到淘汰 本季以纽奥分区第二名之姿晋 晋级亚太资格赛 首轮就将遭遇来势汹汹的Sankov Gaming Athletic Esports 于2017 5 月成立R6 部门 一直以来亮眼的表现也可以说是 纽奥R6 的第一把交椅 但在第六季及第七季都只差一步之隔 就能晋级亚太资格赛 成绩两季的他们此次强势回归 在例行赛打出11胜一瓶两败的好成绩 甚至在纽奥冠军赛中 以直落二击败了Fnantic 首轮对阵到的则是新一代的Aero Wolf Aero Wolf 在第八季选择与Skript 结束合作 转而牵下来自新加坡的传统抢队 Team Envy 成为新一代成员 加上灵魂人物Array 的加入 Aero Wolf 在例行赛的表现也不负众望 打出了10胜2贫2负的成绩 仅仅输给Xavier Esports 两场对战 以东南亚亚军头衔晋级亚太资格赛 首轮将遇到纽奥强队 Athletico Esports 但是这台被吸掉了,所以没有效果 这时候下了一个闪光弹 全员一涌晚上收架PFC 近距离直接被History刀死 漂亮 这个漂亮,我们来看一下重播画面是怎么样 因为刚好是两个一起交错吧 跨窗的同时,狭路相逢 Xavier Esports 于 2018 2 月成立 R6 部门 随着泰国近期电竞产业的兴起 Xavier Esports 俯创立 R6 部门 就集结了泰国顶尖好手 完善的体系及资源让他们进步神速 马上在本季例行赛 打出了12胜一瓶一败的惊人成绩 整体对战内容也是高出 东南亚各队伍一个档次的情况下 拿下冠军 首次参加亚太资格赛 就将面临韩国强权Mantis FPS 期待泰国超新星所带来的强力冲击 我刚刚是没看到可就是倒在哪个方向 没错,剑毛哥还在2楼贴上去 直接炸掉2个 直接把Live跟C色炸掉了 而且包还掉在里面 以上就是这次8支参赛队伍的简介 以及赛程表 记得10月13号早上9点 锁定RAMBO6 TW 台湾官方频道 收看东京亚太资格赛的赛事喔 各位观众,我们全球总决赛见喽 掰掰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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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